你上次成功的销售额是多少 大学期间大概是20万左右 你可以给2万的小企业做咨询 恭喜你 谢谢 恭喜反方已经认输了 在整个行业里边 在职场里边有一个永远的标准就是价值 张旗旺男21岁河北人 河北师范大学本科市场营销专业 各位boss 各位老师在场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旗旺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本科三年级 我曾经破衣阑山的做过民工 中午睡着大马路 也曾经西装革履 给很多大工作的员工做过培训 大学期间我发过传单 做过瞎叫 卖过咖啡 开始开办过打印中介 办过辅导班 也成立我自己的文创团队 今天我想寻求一份与营销咨询相关的实际工作 谢谢各位 张旗旺 是 旺仔 对他们也都这么叫我 第一次中国式求职是同学配来的 对这是我的大学 而且还是一位男同学 来 同学也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旗旺的本科同学 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我们既是同学 也是搭档 还是好朋友 我们共同创业 共同进步 为什么说是本科的同学 你现在在考研是吧 对我们现在在考研 他呢 我要去在工作中学习 你不考研 你还没毕业吧 对我现在上大三 那找的是实习工作 对实习工作 是吧 有方向吗 想去 就是像咨询类 营销类 我都是特别想去的 咨询类的每天给别人出主意 也不用负责任 对不对 你也没干过 听段老师这么说 你对咨询类的工作是有意见的 对呀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经验 他然后给别人出主意 对呀 你没有经验 你跟别人咨询啥呀 我有自己的优势 我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点子 而且我也可以把自己的点子贡献出去 嗯 你都没经验 你如果有什么点子 你听到听途说了 说一个点子来听听 比如说我自己成立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团队 我可以给一些公司的一些员工 给他们做一些培训 比如说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非你莫属 有过辩论的节目 对不对啊 我就帮助了大企业的很多员工 去帮助他们去培训 就是基本上全部的好 我刚刚发现你的简历上 其实是有做过辩论的 对 我是我们学校的校辩论队长 是几辩 一二三四全部 我找一个最厉害的 给你辩一辩 我觉得应该 应该段老师来 不不不 就就李浩阳 李浩阳辩论 辩题 第一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做咨询 他是正方 他觉得能 你觉得不能 我觉得不能 来你先自我阐述观点一分钟 来是这样 各位我们都是个年轻人 对不对 咨询行业有很多英雄的人物 他们谁不是从年轻人做起的呢 虽然我知道 咨询行业需要大规文的一些实习经验 需要一些自己的履历 没关系 但是我们年轻我们可以学习 到我们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依然可以做好一个咨询 谢谢各位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想给企业出点子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成功的经验 是更丰富的这些经历 对你来说呢 没有过去成功经验 点子都叫做胡思乱想 我们不是空想 我们是有自己的理论依据的 而且我想问您了 李浩阳老师 如果您让一年轻人不可以做 那什么人才可以做咨询呢 一般做咨询行业的人 一定是自己 要不然有过丰富的成功的经验 要不然是跃进千番 看过大量成功的经验 包括失败的教训 我建议啊 你先在大海里边 遨游一阵子 十年以后再来做咨询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今天都遨上十年的话 那今天一些清北副教 他们有很多丰富经验的人 他们是不是年轻人 他们可不可以做咨询吗呢 无论你是好的名校 还是普通的学校 现在年轻人 应该宠上的叫实干 而不是当军师 诸葛亮绝对不是 21岁就当上军师的 你没有任何人生的阅历 你还是一张白纸呢 你给别人画什么 我们不是自己就是自己空想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学业的方式 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模型 我们可以有swit分析 我们有波特武力分析 我们用专业的知识帮助一些企业 今天我们帮助把大企业 那些小企业是不是也可以需要我们帮助呢 你上次成功的销售额是多少 大学期间大概是20万左右 你可以给2万的小企业做咨询 恭喜你 谢谢 恭喜反方已经认输了 在整个行业里边 在职场里边 有一个永远的标准 就是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